兩枚火箭彈擊中貝魯特十業派穆斯林的一個社區 那裡是黎巴亂真柱黨擊進分子的一個據點 這令人徹底看清敘利亞內戰可能蔓延到局勢脆弱的輪郭風險 自從敘利亞衝突兩年前爆發以來 星期日的襲擊是首次顯然針對真柱黨在貝魯特南部地區據點的攻擊 星期日的襲擊亦凸顯了黎巴亂自身的教派分歧 火箭落在一個汽車經銷站同一座民房上至少四個人受傷 目前還不清楚是哪一個發射這些火箭彈